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鸭箱鸭箱再三星 10月20号摆桌鸭肉国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 宜兰县长候选人陈欧珀 今天发表了新书 153个坚持 把从2012年3月2号到今年3月14号 这六年来在立法院国事论坛的发言 汇集成一本书 内容包含了政治 社会 文化 经济 治安 食安 核能 环保等等 记录了台湾社会历史脉洞 宜兰县长候选人陈欧珀 今天在竞选总部发表新书 153个坚持 特别请来前涉大校长张杰龙 以及前县议员赖瑞鼎来分享心得 并且一起合唱台语歌曲坚持 吻生变得好 一年期到新乎 153个坚持 是立法院这六年来 总共153场的国事论坛 我的发言记录 所谓好事多磨 一件好事 想要有好的成绩 他必须经过艰辛的一个磨练 这个过程 欧博一直很坚持 我为台湾发声 为宜蘭发声 我在后面的这段 看出他两点 值得跟大家来推荐 他的精神就是折散 又固执 折散 包括我做选中一个政客的路 另外就是要固执 因为在违政的路上 会遇到加揭加揭困难 加揭加揭打击 加揭加揭坚持 你一定要固执 你一定要坚持这个理想 坚持我们宜蘭的阶段 很多人说 在宜蘭 比较少看到好串人 看这份资料 你就知道说 153天 每个星期五都没睡觉 他要用心在国事论坛上 国事论坛上面的一些话 可能可以成为宪政的一个议题 也可能成为关心台湾前途的方向 甚至呢 剥划未来 宜蘭或是台湾的未来的愿景 今天的新书發表会 也吸引近百位民众到场立庭 许多人都自掏腰包 来购买新书 甚至有人一买就是四本 给候选人最有力的支持 要四本了 因为很多人不可以来 不可以来就 这会给你看 有的人媒体上面看到陈欧波 可能他的实际的内心事件 或他所做的政绩 可能要透过这本书慢慢的看 不然有时候 听到风声跟他实质的问题 不一样 要了解有钱错再也很酸 得健康的 8月份的时候 开车前往 合姓参选人住处 恐吓不能够参选 并也开车冲撞 合姓参选人的车辆 虽然最后 陈欣男子 并没有登记参选 不过地检署认为 陈欣男子的行为 已经涉嫌违反公职人员 选拔法 因此贞结起诉 另外宜兰县政府 为了落实 幸福宜兰2.0理念 规划县内原住民族事务 不但每年举办原住民祭典 也在圆明会的协助下 规划新建一印2000万元的 多功能会馆 预计在两年后完工 未来结合长照 幼儿托育产业经济等 大大提升了 原住民事务的全面服务 为了落实幸福宜兰2.0的执政理念 宜兰县政府用心规划 县内原住民族的事务 不仅每年举办原住民祭典 包括宜兰县都会区 原住民联合封年五季 也在圆明会的协助下 规划新建一印2000万的 多功能会馆 预计在两年后完工 未来会结合长照 幼儿托育产业经济等等 大大提升 宜兰原住民事务的全面服务 县政府对这种透过封年祭 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做法 非常的肯定 那今年县政府也用心 规划了很多的重大的一些建设 在服务都会区的 跟两个原住民 那第一项是 我们多功能会馆 那我们现在规划了 一亿三千万的会馆 即将在两年后 能够来落成启用 那除了原民所进驻办公之外 我们也即将对全县的原住民朋友提供 在老人的照顾 儿童的客户照顾 以及对他们的文创跟农产品 产销会有一个据点 重要的是呢 对原住民朋友有一个聚会所 跟以及相关的展演的空间 另外宜兰县政府也配合中央前瞻计划 改善部落文化健康站 以及旧关怀站的空间跟周边设施 关怀弱势学子的客户辅导需求 并也在大南澳地区种植黄花枫林木 以及大同乡部落种植樱花 带动地方发展 大南澳地区 我们除了既有的那个桥梁的完成之外 即将在12月底呢 要完成碧后温泉的一个公园的推出 那另外在今年7月 行政院大院长已经同意 启动了苏阿改洞澳到南澳的可能性评估 那另外在大同地区 我们现在也在进行 市南地区平台的一个规划 那希望透过平台的建制 能够带动产业的发展 那最后呢 我们也即将在11-12月呢 在两个原乡种植树木 然后我们要种植黄花枫林木 在大同的韩西部落 我们要种植樱花 希望透过树的种植 能够带动地方的官方发展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还有宜兰县是创全国之先 第二年举办的废农药空瓶回收竞赛 邀请民众及农药贩售业者一起参与 今年竞赛总共回收大约有9100多公斤的废农药空瓶 比去年成长了26% 今天环保局是在壮围的古庭活动中心 举办颁奖活动 第一名是三星香农会 获得了奖金3万元 古庭环保志工们 以及小小的环保兼兵 带来大家来做环保的舞蹈 为颁奖典礼揭开序幕 故事姐姐也带来斗趣的互动表演 宣导废农药空瓶山葱山喜的回收概念 一旦现创全国之先 推动多项废农药空瓶回收政策 为养成农民回收农药空瓶的习惯 建立整体回收机制 第二年举办废农药空瓶回收竞赛 邀请的民众及农药贩售业者 一同来参与及宣导废农药空瓶回收竞赛 今天举行颁奖典礼 由山喜农药来获得第一名 奖金3万元 那些东西其实 因为我们没有去煮 没有去处理一下 其实它里面 它里面还有冲 有些肚子没有穿起 那些包围放在房间里面 其实会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的是水浸 影响的是水生的生物 这些都会造成不只是繁静 也包括我们所有的生物的一些危害 再来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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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的是水浸 这些都会造成不只是繁静 影响的是水浸 環保局长表示 今年的竞赛截至9月底 总共回收约9132.2公斤 废农药空瓶 较去年回收量增加了1381.37公斤 成长了26.3% 期望能够持续的扩大推动 随便落实废农药空瓶回收 降低环境及生态危害 我们今年有12堆 如果我们今年10千堆 我们今年回收的量 9千多公斤 将近1万公斤 我们今年7千万年 今年差不多2、16%左右 透过这个竞赛的过程来说 其实我们的生活很好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竞赛 和这些農民的朋友 对荣耀空瓶的回收观念 能够更深刻 然后更加深他们这样的一个印象 众位谷亭社区推动环保工作不予余力 除了推动村里资源回收站的工作 也协助回收费农药空瓶 可说是县内社区的环保典半之一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明采访报道 在活动消息方面来看到 2018亚太传统艺术节 已经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盛大开演 今年是以传统艺术的坚持与适应为主题 总共有6国12组外国团队 以及5组台湾团队登台演出 不仅让各国团队能在这个平台互动交流 民众也能够欣赏到延续传统与创意的当代作品 2018年亚太传统艺术节 从现在开始在宜蘭传艺中心登场 今年是以传统艺术的坚持与适应为主题 总共有6个国家12组外国团队 以及5组台湾团队登台演出 透过延续传统跟革新两种不同模式 让台湾民众也可以看到各个团队令人惊艳的演出 让我们国内的朋友能够了解到亚太传统艺术 它的多元化的艺术风貌 那也希望能够形塑亚太地区 我们传统艺术的主体性 那今年我们的主题 我们定位为传统艺术的坚持与适应 那我们知道在全球化的时代 传统艺术受到了当代的影响 这可以说是世界的共同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表演艺术团队 它不仅保持了原有的传统内涵 它也能够对于它所受到当代的影响 能够加以做完美的融合 能够把它的传统元素保持出来 又能够把创意和革新的内涵 也一并的呈现 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定定的这个主题 亚太传统艺术节走过18年 过去是以东南亚跟东亚为主 而今年参与的国家 扩起了西亚 北亚以及东欧 包括了图瓦共和国的猴鹰演唱 保加利亚的复营合唱 还有亚美尼亚 拥有3000年历史的渡毒馆演出 让艺术节的版图延伸到全世界 这一次亚太传统艺术节 我们除了说亚太国家之外 我们也扩大到了全球的整体区域 东北亚的日本韩国之外 另外有西亚的亚美尼亚 以及北亚的图瓦共和国 另外又增加了东欧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等 这一共有6个国家有12个团队的共同参与演出 除了国外的6个国家12个团队之外 我们国内也有5个我们在地的团队共同参与 所以这17个团队在我们从10月11号到11月3号 这24天当中我们一共会演出了有38场的传统艺术 也兼具现代创新的这些当代作品的节目来呈现 除此之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除了有精彩的艺术表演以外 主办单位还安排了公益示范 包括了日本韩国塞尔维亚以及亚美尼亚 除了有精彩的艺术表演以外 让民众可以近距离来观赏不同国家的精致工艺 至于节目内容 详细的时间跟地点 民众可上亚太传统艺术节的官网或是脸书搜寻 宜蘭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同样要推广到艺文 为了将本土歌仔戏文化推向国际舞台 宜蘭市长江聪渊今天带领了外国音乐家参观台湾戏剧馆 还安排他们着装学习歌仔戏 用轻松的方式让他们认识歌仔戏文化 同时也促进合作的机会 数十位南城国际音乐节的音乐家 今天来到台湾戏剧馆参访 不但在现场欣赏歌仔戏的演出 还特地穿上戏服 体验台湾歌仔戏的文化 他感觉到非常荣幸穿台湾戏服 因为他觉得台湾戏服有一个很长久的历史 所以他今天穿上去以后他觉得非常的高兴 西班牙音乐家阿尔弗雷多 去年陪女儿参加音乐节 发现宜蘭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因此特别创作一首美丽的宜蘭乐谱 并且在今天送给宜蘭施工所 去年他第一次来宜蘭接触到宜蘭 他认为宜蘭这个地方是很好的 所以他就决定开始作曲 为宜蘭作曲 然后因为他的主要小提琴 他就帮忙宜蘭做一个非常英美的曲子 所以他感觉到非常荣幸 然后他很喜欢宜蘭这个地方 市长江聪渊希望透过今天参访的活动 促进台湾传统戏曲在国际的知名度 并且搭起更多跨界跨国的合作机缘 台湾传统戏 他们也会将我们台湾文化 带回他们的国家去做一个宣传 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互之间透过艺文 音乐艺术的一个交流 大家能够更加的体会 认识对方国家的一个音乐 艺术领域 文化领域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我们已经跟各国建立一个很好的友情 这个友情就是搭起我们国际艺术之间最好的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我们希望大家继续来保存 让我们各国可以相互之间更加来体会对方尊重对方 宜蘭新闻记者赛福新采访报道 来看到一位宜蘭市民邱永前因为有兴趣组成乐团 而且在台北三种定期做公益表演 因此也想将演出带回故乡宜蘭 所以向阳大医院洽谈 经过院方同意后 10月份开始每周五的早上10点开始 在医院大厅有进行一个半小时的公益演出 也是宜蘭头一家有现场音乐演奏的医院 为了化解医院的冰冷气氛 热心公益的新东里民邱永前 特别邀请音乐同号组团前来洋大医院公演 希望医院是一个充满文化、艺术以及音乐气息的场所 邱永前表示 因为乐团时常参与公益活动的演出 同时也在台北种种定期公演 因此便和洋大医院来洽谈 希望能够将这项演出带回故乡宜蘭 我50岁不可能学习音乐的年纪 我接触了萨克斯丰 以几位音乐老师朋友组成一个乐团 我们平常就有在做出席公益的演出 同时我们也在台北三种定期的做公益的表演 因为我们想要将此次的演出 能带回自己的故乡宜蘭 我们希望音乐是一个充满文化、艺术以及音乐的气息 使医院不再是一个病人的地方 10月起每个礼拜五早上 如果有经过洋大医院一楼大厅 不妨停下脚步欣赏精彩的音乐演奏 宜蘭新闻记者Live新采访报导 鸦香鸦香的系列活动已经迈入了第12年 10月20号星期六也将在三星综合体育场热闹登场 当天会洗开百桌的鸦香鸦香饗宴 上千人一起品尝鸦肉的好滋味 主办单位特别以竹片打造一只霸王樱桃鸦 成为活动的最佳代言人 迈入第12年的鸦香鸦香系列活动 这个礼拜六将在三星综合体育场举行 今年特别融入了台湾味的传统半周文化 请来了国宴主厨阿忠师 推出了鸦肉饗宴洗开107桌 这也是鸦香鸦香活动过别的12年 再度回到樱桃鸦的故乡举办 推广鸦肉的好滋味 今年是我们鸦香鸦香第12年 到基盘活动的地点回到三星 因为三星是樱桃鸦的故乡 我们特别邀请国务院主持阿中塞 来为我们主板这次享宴 这次主题就是吃饭度看表演 有100空七桌的爱的料理 现场有500分免费的爱的创意料理 来给现场的观众来评评 反映没有定度的人 也可以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鸦香鸦香活动 今年是以吃饭桌看表演为主题 进驻12年 主办单位特别请来了工艺师 蔡文斌夫妇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以竹片打造樱桃霸王鸦 不仅成为了活动的最佳代言人 也代表鸦产业的创新跟永续发展 今年第12届的鸦香节活动 就在这礼拜六要正式展开了 那我们主办单位 那还有也不惜重心 打造了一支这样的一个 霸王樱桃鸦的装置艺术 它主要就是凸显我们 三星式樱桃鸦的一个原乡以外 那也提升我们的一个产业观光价值 未来我们要结合 洪才林的一个休闲农业区的一个规划 那把我们的一个产业做一个 辅导转型为观光休闲 以及农业体验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传统产业 达到多元价值的一个发展 除了鸭肉饷业以外 活动当天有许多精彩节目 包括农特产展售亲子DIY活动 而主办单位还用心准备了办手礼 欢迎大小朋友 10月20号 来到三星综合体育场 一起来游压箱评美食 伊兰新闻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罗东圣母医院关怀社区独居长者 特别带他们前往香草飞飞飞参观 体验了香氛袋手作DIY 以及享用自助餐室的田园餐点 让长辈走到户外 走入社区与人互动 生活也更加精彩 罗东圣母医院的社工师 护理师及志工们 带着社区独居长者到原山乡 香草飞飞来参观 沐浴在奋多镜当中 同时还一起动手体验 相分带手作DIY 透过双手及脑力运用 让长辈走出家门走入社区 与人来互动欢乐过节 也创作出属于自己喜爱的作品 我们大厅圣母医院每年都有 就是针对我们的一个独居长辈的部分 会做传扬节的活动 那今天我们带他们来香草飞飞这边 主要我们有DIY的部分 那还有就是也会让长辈在那边享用午餐 因为平常他们在家大概餐食的部分 都比较是没有那么的用心的准备 因为毕竟就独居老人一个 那我们利用长辈的时间 也带他们出来吃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那今天我们会让他们体验一下 就是所谓的buffet的方式 那另外是我们让他们做这个DIY 一方面就是 其实这个是现在蛮流行的别骨巴特的部分 那也让他们有个小礼物可以带回去 那一方面也可以训练他的手部功能 那也利用这个机会让长辈可以出来 跟大家一起活动这样子 同时也安排长辈们享用自助式的田园餐店 借此放松心情 转换环境与其他的长辈来有所交流 在特别的日子里享受佳节气氛 也填补儿孙不在家的孤单 让长辈们感受更多的爱与温暖 渡过难忘的重阳佳节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在新闻之后 接着也一起来看到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 明天宜蘭地区是英时多云短暂雨的天气形态 降雨几率为70% 气温预测在20到23度之间 接着看到雨夜气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蘭新闻 我是黄竹汉 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并看 邓人 不小心 好奇啊 跳多麼軟 跳什麼 跳什麼